第十二屆澳門國際旅遊產業博覽會 4月26日揭幕 本屆旅博會由澳門旅遊局主辦 澳門旅行社協會承辦 以七大兩點配上雙匯旅博 雙聚雙機的宣傳口號 打造歷屆最大規模的旅博會 國會已經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國際旅遊交流媒體的動態 本屆旅會更具貴的 設置了超過一千三百萬項目 其中所剩於紅旗又要深度我們去經濟發展的 第一位展覽的項目是主辦 2024澳型露營節 以及澳型戶外露營產業沙爐的首次 設有一帶一路 商品們暫時都會作為對外開放的窗口 農貿人品牌的作用 本屆旅博會展場面積 從上屆的兩個展館 擴展至三個展館 合共三萬平方米 展覽面積的話 現在三萬平方米就等於 我們比去年增加了超過三成的位置 除了大家會看到很多本地的參展商 我們內地的參展商之外 今年我自己都覺得 我們國際展商的部分也加大了 希望能夠透過今次重新鋪排 無論是時間段 我們展位的增加內容加強之後 可以為大家帶來一個更多元的旅博會 除展場面積 四次旅博會的展位 參展商 一帶一路國家或地區 得邀賣家等的數量 均為歷解之序 給澳門的朋友帶來了 我們非常最新研發的一些文創產品 和非儀的產品 我們這個旅博會 非常的重視我們這些參展商 從開始的布置非常的緊緊有條 後續呢我們也參加了很多這樣的 配對的活動 還有交流的活動 我感覺從組織到我們的這個設計 活動的設計準備得非常的充分 這一次呢泰國帶來了兩個會展中心 甚至還包括了一些五星級當地的酒店 還有一些當地的地接社 對於這一次的參展的規模 它可以跟一個國際性的 一個travel exhibition很相近 我覺得這意味著澳門以後在國際平台上 會有一個更好的表現 我們在這裡推廣了我們的國家 Venezuela as a tourist destination and we want to dance the organizer of the event who have been working every car every year and have made of feel home 次次展會繼續設有美食會及美酒會 顯示跨界融合動力 多家參展商推出旅博會期間的限定優惠產品 旅博會現場也設有莫默大抽獎活動 入場人士有機會獲得精美禮品 本居旅博會於4月26至28日 於澳門威尼斯人金光會展展館A、B及C舉行 每日開放時間比去年延長一小時 滿足旅客及市民多樣化的需求 更多精彩內容及最新資訊 可瀏覽第十二居旅博會的官方網站 在拍照的地方 臂量変身